大家好 我是安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家 然後這幾天打開媒體 滿滿的北京 然後你不去查證 你還真以為怎麼樣 北京淪陷了 各位為什麼台灣人可以 反大陸反到低能 其實你看到這一次北京 這幾天的疫情 尤其你又看到台灣的這些媒體 你真的不覺得不意外 隨便打開一些綠媒 現在是綠媒怎麼樣 開始群魔亂舞 開始表演的時候啊 然後你看綠媒下標 哇 北京疫情失控啊 所有小區執行嚴格封閉式管理啊 然後看一下疫情嚴重 這個短短六天 短短六天 新發地批發市場 關聯案例已累積到137例 然後蔓延其他四省 137例 哦 哇 好嚴重哦 怎麼辦啊 然後又馬上又看到另一個報導 叫做 哎呀 現在情況令人擔憂啊 哦 劇文 離開北京班機班班克滿 台醫 台灣的醫生啊 憂心啊 中國大陸啊 第二波病毒攻擊來了 哇 各位好恐怖哦 每天都是這樣的新聞耶 哦 這個什麼 劇文 劇文哦 每次看到劇文啊 或者劇息啊 或者是小道消息啊 韓國人都不僅怎麼樣 都想要去查證一下 然後寫這個有關這個劇文這個消息啦 也就是這個什麼 他的粉專家 小兒急診4日子 也是常常怎麼樣 罵韓國語啦 常常在那怎麼樣 也是常常就是反中的人啦 然後你看 馬上一打開 現在就看到他這一篇啊 這個北京啊 爆發第二波 這個肺炎啊 這個 以這個大陸隱匿疫情的慣性啊 官方確診人數啊 可能需要在後面再加一個零 甚至兩個零 或三個零 哇 吼吼吼 好棒哦 然後你看 你看 劇文啊 現在離開北京的各班機啊 班班克滿啊 這個大陸各省份陸續傳出疫情啊 大家不要鬆氣啊 哇 然後這個文藝PO啊 3000多人按讚 683人怎麼樣分享啊 很多人都在那說 哇 好可怕哦 怕就怕有人這個什麼 吵著開大門迎陸客 結果馬上新聞就怎麼樣 新聞獨家 北京啊 離境班機爆滿 他發照片打臉兒科醫生 30多人怎麼班班克滿呢 然後還PO一張照片 哇 真的很控耶 他說這個 因為這個新聞台啊 就像剛從這個北京啊 返台的黃姓乘客求證啊 他表示啊 昨天飛機上才30多人啊 拿來班班克滿 哈哈哈哈 各位 好不好笑 才30多人班班克滿 各位啊 這些人的方式就怎麼樣 就跟當時反服罵韓國人 講過一萬多遍 服罵一千過 百萬大陸勞工就會來台 有沒有 哇 這個反逃犯條例也是啊 逃犯條例通過喔 我們在台灣罵大陸齁 我們去香港轉機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就會被大陸綁架喔 綁走 然後去審判 哇 殊不知台灣就有 跟大陸簽送中條例了 啊 台灣人都不知道 真好騙耶 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小兒急診師日治這位醫生 請問一下你班班克滿 結果被打臉 其實很多班都只有30 20個人 這個叫班班克滿 那請問一下班班克滿 這些人是去哪裡啦阿飄 啊 而且這些人要跑去哪裡啊 台灣人啊真的 反中到已經精神分裂啦 各位朋友 真的整天用這種不信任 你知道我昨天看這個綠媒啊 這種政論節目啊 哇 它整個論掉 真的我看到下巴都快掉下來 一直在說你看 北京那麼嚴格去管理喔 你看一定疫情更加嚴重 哇靠 人家嚴格管理 不希望任何一個病例 會影響到各個省分 或者是影響到各個世界 竟然綠媒把它解讀成是說 是因為更嚴重 所以他們一定隱瞞 Oh my god 你怎麼樣做都不對 你不管理人家就說 你放縱 結果你管理人家說 疫情沒有那麼簡單 一定要多加兩個例 就跟著所謂造假說 北京回來的班級班班克滿的 一模一樣的論調 完全各位 我看了真的瞠目結舌 那人家北京嚴格管理 希望能怎麼樣 能不要讓這個疫情擴散 就這麼簡單 你們知道嗎 昨天基本上 這一些綠色的這種政論節目 全部都在討論這個 我都一直在想奇怪 台灣的執政黨 原來是大陸的這個共產黨啊 哇好像很關心耶 然後講得多麼嚴重 多麼可怕 然後今天又看到這個醫生 重重的被這個 從北京回來的這個 台灣人打臉 根本沒有班班克滿 那我也要問這個醫師 請問一下 這一些所謂班班克滿 他們是要逃去哪裡啊 甚至有人在這個醫師下面留言 說什麼 大陸有些人都帶著綠卡 逃到美國 笑翻了 這幾天一百多例 叫做大爆發大失控 哇那全世界不就毀滅 來美國此時此刻 25000多例 謝謝各位 巴西34000多例 謝謝各位 俄羅斯8000多例 謝謝各位 印度2萬多例 謝謝各位 英國1279例 謝謝各位 西班牙219例 謝謝各位 義大利210例 秘魯4164例 伊朗2563例 德國339例 然後台灣最愛的大哥哥 日本此時此刻也有多少例 43例 那大陸今天公佈的資訊也是 是增加了44例 所以照大家這樣所說 那日本應該已經毀滅了 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日本這個毀滅 日本已經毀滅了 全世界都毀滅了 對 因為都已經失控了 而且更何況好笑的來了 大家再去care大陸怎麼樣 然後整天說 要不要多加一個零的時候 我們最近愛的這個川普啊 也是這個蔡同學最愛的川普啊 週末啊 還要辦造勢啊 各位朋友 原本啊 要這個粉絲啊 簽竊節書啊 這竊節書是什麼 蛤 這新聞裡就寫得很清楚啊 原本要求參加者必須自負風險 各位 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我來參加這個 川普特朗普的這個造勢 然後你看美國疫情 還是一天都兩萬多例 那已經世界大爆炸了吧 對不對 如果這個中國大陸 這幾天驗出來一百多例 就已經怎麼樣 全面失控的話 哇 已經說這個很可怕啊 哇 這個是一個病毒式的攻擊的話 那美國哇 那川普現在竟然週末要搞這個 更多人群聚的這什麼造勢 這是你們所謂的自由民主 這個真的是愛護人命的一個國家嗎 結果本來是怎麼樣 要給這些要來支持川普的人 要簽竊節書喔 反正你講簡單就是 喔 自己負責 結果現在可能被罵啦 這個改提供口罩啊 我快笑翻啦 各位 台灣還要被這一群這種 反中反到低能的人 還要控制到什麼時候啊 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在發生什麼 一堆整天從什麼 美國回來的 一堆來台灣怎麼樣確診 請問從大陸回來有確診幾個啊 請問大陸人現階段是能來台灣啊 你說台商那也才多少人 而且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你在大陸如果你有確診 你還上不了飛機 量體溫有問題也上不了飛機 你以為是那個昨天回來那個 孟加拉確診夫基 返台遭爆沒穿防護衣 那個指揮中心還正式 各位啊 我覺得台灣現在最可怕的是啊 一直把中國大陸啊 停留在你們所謂 自己建構的一種過去啊 為什麼我現在已經講 這個是一個建構的 因為我越來越清楚 這一些種種的錯誤資訊啊 我們長期認為啊 它隱瞞怎麼樣啊 我個人覺得這都是被西方國家已經怎麼樣 扭曲的所有東西啊 我甚至我也覺得北韓很多我 從過去從西方媒體看到的所有一切 我都覺得我自己必須要未來要更新 必須有機會真的 雖然現在北韓又跟南韓很緊張了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自己要眼見為憑 我不能再去相信我以前所得知的這些訊息啊 而且很好笑的是 我昨天在跟一個人辯論 我就說 如果你今天北京有這麼嚴重的話 那你有沒有證據 你拿出證據 然後去打臉他們 他就跟我舉例嘛 就說啊這個人長期說謊啊 所以他講的東西怎麼會是真的呢 他講的東西何需要證據 他就是在說謊啊 我連跟你要個證據都這麼困難啊各位朋友 我要你證明北京不只這一百多例 你拿出證據好讓我們怎麼樣 幸福都這麼困難 你媽媽叫你指控別人都不需要證據啊 哇這什麼世界啊各位朋友 今天北京一百多例 哇疫情失控 哇那全世界都一兩三萬例 一萬例的 對不對那那那怎麼樣 哇喔沒事沒事沒事很好 對對對對風平浪靜 哇川普要辦這個造勢 美國那麼嚴重 沒關係 哇結果北京 umbleumbleumble 那個班輎班班爆滿 跑去哪裡啊 跑到外太空啊 真的是台灣就是太多這種 所謂知識分子 還有這種所謂這種綠衣食 這真 Jahr Bella 騙一堆老百姓 這些人最該抓出來以後判 стен 騙子 好啦 如果有覺得這種綠眉啊 或者這個綠衣絲啊 真的是很不要臉啊 真的是未來該抓出來的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 幫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大家安講 我們下次見 掰掰